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6日 星期六 窗外下着雨 天已经黑了 欢迎大家来收看 这个豆哥庄建文 我的看守所经历 今天应该算是第一讲 上边我上传了一个开场牌 讲了一下我为什么要讲 还讲什么 那么我想再明确一下 看守所的建文经历 实际上主要的是讲我的所见所闻 主要想介绍看守所里是什么样子 进了看守所之后 怎么样才能够尽快的适应 谁也不要说大话 就说自己可能用不着这样的知识 我要讲的内容 它的时间 起点是2014年5月6号 截止到终止于2015年12月22号 那么第一个日子是我被宣布刑事拘留 涉嫌寻衅滋事队 于5月6号上午早上 被投进了北京市看守所 第二个日子 也就是2015年12月22日 是被二中院宣告有期徒刑 宣判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适用缓刑 然后呢 等于是下午回了看守所 与方方面面做了一个沟通 市公安局国保 我们的片警有没有去我忘记了 我太太在 然后大家这个做了一些交流和交涉 最后呢 就离开了看守所 送到了这个这个岳父家里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由于讲的是看守所的见闻 那么在我进看守所之前 和离开看守所之后 应当说呢 不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因而呢 就不设计了 我所讲的那个 这个话题之下的 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呢 就是在北京市看守所 也叫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这个惯例呢 是叫七处看守所 而七处呢 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处 后来呢 升格为预审总队 那么这个看守所以前 是预审总队 或者说预审处下面的一个机构 因而呢 看守所需要 为案件的办理和侦察机关服务 那么等到我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 看守所已经隶属于监管总队 不再是预审总队 管辖下的一个部门了 因而呢 这个相对于办案机关来讲 看守所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他也有呢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条件的管理 应该说 有利于保障的这个 在压人员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 相对来讲是有益于这样的 虽然呢 他同样还是归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并没有像前些年呼吁的一样 进入到司法局的序列 豆果庄这个地方呢 在北京东郊五环以外 从京哈高速 原来的京省高速往东 过了五环路 往南 这个有一条小路 有个路牌 上面写着 北京市看守所 这就是来看守所 来豆果庄的路 那么这条路上走三四公里的样子 不远 过了一个小桥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现在建设的 应该说越来越完备了 设施 居民居住 小区的设施 越来越完备了 我比较熟悉的呢 叫做复利诱医城 那么我们给家里面 这个通知送钱送物 存钱存物 要在的这个看守所的地址 就是复利诱医城 如果乘公共交通的话 坐411路公共汽车 在豆果庄站下车 在复利诱医城站下车 就能够来到看守所 据说呢 这个看守所呢 现在的这个位置 大概呢 是2003年 或者2004年前后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租了这个豆果庄 富利集团的一块地 大概在这个地方建的 现在的这个看守所 应当说呢 算是临时建筑 应当说算是临时建筑 当然呢 这些事情呢 我也都是听大家这样说 听在押人员说 这个听管教聊 那么由于呢 这个地方北京东部呢 东四环 再往东 东五环一带呢 好像以前呢 是北京市化工企业 比较集中的地方 因而这个地方的水质和空气 被认为是不够好的 那么后来呢 我出来以后 听管教们讲 这个因为大家都还有来往嘛 说看守所办公楼的领导们 这个用的是纯净水 用的是纯净水 至少是桶装水 管教自己呢 他也尽量用的是纯净水和桶装水 那么给这个在押人员用的水 是什么样的水 他并没有跟我细说 那么我估计呢 有可能会是打的深井 用的自来水 但是整体上说 在这个地方 地下水的水质 可能被污染了 不够好 这是整个的看守所的地点 叫豆哥庄 附近的这个北京市看守所 位于呢 这个复利右衣城的环抱之中 那么在北京市看守所里边 我所经历过的监视 我总共住过四个监视 也就是四个号 是分别是西区510 西区503 东区306 和东区321 那么西区510呢 是个流动号 我在5月6号早上经历过体检办 完了入间手续 入所手续 然后呢 管教 郭管教呢 就把我送到了西510 沿途走过去上楼怎么样 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搞清楚 眼花缭乱 5月6号到5月8号这三天 我是在西510 这个西510的管教呢 小杨 姓杨 是一个年轻的民警 他的这个号里边 连我一共有18个人 头版呢 姓陈 是东高地呢 一位这个开网吧 搞游戏机 是不是这个 这个越界做了一些赌博机的生意 然后呢 他们还是开了一些汉庭的连锁酒店 他是辽宁银口人 现在呢 应该已经出狱了 他应该判了大概五六年吧 头版是老陈 就叫他老陈吧 那么 随后在5月8号 我就被调号了 调号也是里边的一个术语 调号就是从这个监视 把你调到另一个监视 这个调到西503之后呢 这个应该是从5月8号 一直到6月4号 在这个号里面待了不到一个月 西503的管教姓刘 这个我们可以叫他刘大哥 老刘 这个里面的头版 就是这个管的 帮助管教管理大家的 管理所有在家人员的 姓孙 我们可以叫他老孙 他是这个中石化的一个处长 中石化的一个处长 后来呢 被判了无期徒刑 现在我们再帮他申诉 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呢 是在西区的503 那么从西区的503 6月4号呢 我们搬到了 东区的306 叫东306 这个东306呢 实际上呢 这个整个号里的人选没有变化 只不过是整体的 西5区的 男性的这个 这个在家人员 通通都整体搬到了 东区 306 我搬到了东区 我们这个503对应的 全体 迁入了306 进去呢 还狠搞了一通卫生 在2015年的5月30号 我又被调号 从 东306 被调到了 东区321 还在这一个楼层 还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区队 那么 这个 管教呢 还是 刘大哥 还是老刘 头版呢 叫王美国 是一个 这个 他是因为走私 后来被判了11年 对我也特别好 那么后来呢 接替 老王的 我们叫他王老 他呢 这个接替他的 是老冯 是冯辉 那么老冯呢 后来呢 这个 又被判了 一个无纪徒刑 现在呢 还在复刑中 这是我所经历的 四个 四个监视 但实际上呢 其中 503到306 是整体的这个 呃 搬迁 搬迁 今天这一个单元呢 我先讲一讲 我想先讲一讲呢 这个 监视之外的 看守所 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观感 老实说呢 这个 说一个观感 对我来讲 是一个比较难的事 因为我这个人的这个 数学不好 方位感也不好 逻辑思维呢 常常是凌乱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比如说我开车 也经常会走错路 有时候甚至导航 也会走错路 有导航也会走错路 所以说呢 对于监视的这个外边的 看守所的这个状况 我只能大概的 讲讲我的印象 在下一讲呢 讲监视之内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再尽量的把监视之内的设施 呃 说说清楚 让大家呢 对于这个 我们当时 在北京市看守所 这样的一个 生存的环境 有一个 争取能够有一个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在外边呢 恐怕呢 就只能是 只能是轮廓了 我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刚才说呢 我栽过西五区 就是西五10和503 然后到东三区 这个应该是栽过呢 这个 306和321 那么前边呢 是从流动号调到一个 所谓死号 就是这个 很长时间之内 不会有人这个 调进调出 是吧 这个基本上 经常是 人选比较固定 而流动号呢 往往是 新被 关进来的人 要先进到 某一个管教的 流动号 那么流动号里头 可能有这么个 三四天 个把星期 主要的 是学一学规矩 学一学规矩 那这里头会有人 跟你讲一些规矩 当然呢 你调到死号之后 就是比较固定的号之后 应当说呢 也还会有 更多的管理细则 有更多的规矩 大家预定俗成也好 人为总结提炼也好 就形成 在看守所里面 人与人相处 这样的一些 准则 一些规矩和准则 我们所住的这个东三区呢 应该说 跟看守所领导 这个所长 副所长 这些 他的办公地点 可能更靠近了一点 是吧 但是呢 我们所住的这个 看守所监视的 整个建筑的造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状 我当时呢 就没有搞清楚 我不像这个老冯啊 或者是 他们其他的某些 学理工科思维的人 他们能够把事情 陷入得很清楚 但是我呢 一直 说不出来 我的直觉呢 是 比如说这一个区 这一个区 可能呢 像什么呢 可能像这个 至少是 是 是两 两个 这样两个 这个 两个统道 两个统道走廊 然后中间这块 两个统道交叉的地方呢 是一个中心的区域 中心的区域呢 可能是属于这个区的 这个统道 这个区的 这个 比如说队长 副队长 和管教们 集中办公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说 这个中区的这个 中间这个 两个统道 成一个直角 或者锐角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交叉 形成的这个中间区域 中间区域 它就有一个拐角 一个拐角呢 是 是一个走廊 走到底 挺长的 另一个拐角 可能成直角 然后呢 走 也走到底 其实也挺长 那么 我这个 这个 我要说的是呢 看守所的这个 监狱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到监狱去过 看守所 看守所的这个建筑 它的楼层 它应该比较特殊 这个 首先呢 它是墙壁呢 应该都比较厚 不像我们现在 普通的房间这样 这个 这个非城中墙 一敲呢 就通通响 它应该呢 是比较厚 那么有多厚呢 我想 至少应该有 大概多半尺以上 墙壁有这么厚 是混凝土 我觉得我们所住的这个 这个一勘 应该是混凝土的建筑 不一定是砖 不一定是砖混 这个 看守所的建筑呢 它楼层比较高 我们现在的住宅 居民住宅 公寓楼 大概到三米 两米九 就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这楼层的这个 层高 像我住的房子呢 应该好像 这个买房子的时候 告诉我们是 两米八 所以说呢 这个楼层呢 往上看的 应该说 就比较矮 那么看守所里头呢 我像呢 应该 得将近四米 或者四米多一点 应该有这样高 应该说 即使没有我们 两层楼这样高 也至少应该 能有一层半这样高 为什么呢 一个是 首先进去之后呢 看着就 就很高 这个 再有呢 就是呢 就是所有的窗户 它实际上呢 是很大的窗户 但是 要 分两层 两层的这种窗户 两层窗户落起来那么高 再往上 到那个天花板之前 还有大概 一尺左右 不到一尺的那种 可以横拉的小窗户 还有可以横拉的小窗户 这个整个的走廊呢 应该说呢 它也是可能比我们 平常的走廊 要稍宽一点 但是我的这个 感觉不太好 我搞不清楚 也可能差不太多 跟我们平常的走廊 不一样的 是走廊 靠近外边窗户 那个墙壁 之间 大概能有一米多一点 用这种 或者是这样的 这么宽的 不干胶的胶条 贴了一条线 或者呢 是用油漆呢 直接漆出来的 这么一条线 就是离墙壁 大概一尺多宽的地方 是单独标出来的 那么这个标出来 再怎么样呢 第一天进去 我就能知道了 就是我搬着 我的这个被褥 和我那个 装着我儿子 这个校服的 这个衣服的 一些 一些这个 简单的换洗衣服的 这个小包袱 往前走的时候 那么送我件号的 这个郭管教 门口这个 这个传达室 接待室的 这个郭管教呢 他就用手 往右侧一指 示意呢 我要走在 这个黄色的 这个一尺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内 也就是说 所有的在押人员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在走廊里头 你要靠近 要靠墙边 溜着墙边 往前走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么走廊也好 后来呢 看守所监视 里头也好 地面 都是用这个 地板砖铺的 大概呢 能有这么大的 比这可能还要大一点的 那种 比较大块的地板砖 像是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比较简陋的 室内装修时候 那种水泥做的 上面表面有 抛光和防滑 那样的一种 这个大大的 这种地板砖 拼到一起 严丝合缝 大概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情形 那么走廊呢 这个每一个 比如说每一个拐弯 走廊的尽头 所有的这个上下楼梯 任何一个拐角 能算是拐弯 或者是进入到一个 新的空间的地方 都是有铁栅的门 封住的 封闭的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这个 这个能够通行的地方 应该说呢 都有这个 铁栅的门 都封死的 然后呢 这个铁栅的门的边上呢 应该有一个 很小很小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总之是刷卡的地方 那么管教压解着我们 在走廊里头走 我们走到这个 走廊的这个铁 尽头 要拐弯 或者是要进入到 一个另一个空间的时候 那么管教呢 一般说来是在我们后边 或者说办案人员 管教手里头呢 他有一个 有一张卡 这张卡 他走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时候在前面走 遇到炸炸门 我们要停下来 然后他呢 就要刷一下这个 这个卡 也就是那种 那种一响 然后呢 那个门禁卡呢 就开了 这个时候或者是管教 他呢 伸手把它拉开 或者是我们伸手 来把这个门拉开 然后走过去 管教一般呢 是走在我们后边 应当说呢 这个 我印象中管教和办人员 基本上都是 在走廊里边 在走路的时候 压解着我们的时候 一般说都是 走在后边的居多 有时候如果两个人的话呢 他应该是前边一个 后边一个 那么中间的这个区域 中间的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中间的这个区域呢 应该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房间 办公的地方 这个大的房间里头 我们因为 从那地方路过呢 他经常是开着门 有时候会往里张望一眼 有些这个 比较鬼的家伙呢 可能看得会更仔细 管教呢 也说过 鞋管也说过 那么这里面呢 他墙壁上 是有一排这种电视 现在呢 可能都是这个 这个薄薄的这种 现在因为电视机 已经没有那种 这么大个的电视机了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应该说 还不是那种 这个显示屏量的一种情形 还是那种电视机的那种 那种监视器 应该说呢 是摆着 一排一排的监视器 落的呢 应该说至少不是一层 至少不是一层 这个监视器 应该呢 这个电视画面上 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区域里面 所有监视里面的状况 因为每个监视呢 都有这个摄像头 都有监控 那这个监控呢 就实时反映在 监控室的 所有的这些电视屏幕上 后来呢 应该是 也都换成了这种 这个 这个薄薄的电视 这个屏幕呢 显示屏呢 应该就不会那么笨重了 因为这个成本 也越来越低了 这个设施的改善呢 应该是 非常简单的 这个监控室里头 应该是由警察值班 但平时 盯监控的值班的 基本上 是扶警 或者斜警 而且呢 主要是斜警 扶警的服装呢 看起来还 在外面交警 有那么多扶警 还像警察 高仿 是吧 高仿警服 那么斜警呢 其实呢 他的衣服的颜色 就是那种 土黄色 像是什么呢 像是血管员 交通血管员 由他们来盯监控 由他们会盯监控 据说呢 如果说 哪个监视里头 有重点人物 或者哪个监视里头 这个调皮导弹的人多 是吧 这个 或者像我这样的 那么 属于重点人 管教在监控室里面 他就要把鼠标 放在这个号上 然后呢 这个号点过来 点击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 一个大屏幕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监视 就经常是在 长期是在大屏幕上 我们这个号里面的 老头板老孙呢 曾经抱怨过 说就是因为 号里头关了 我的缘故 我们所在的 这个C503和东306 老是被监控室 特别关照 放大 放在大屏幕上 搞得弟兄们 想干点啥 这个搞点小动作 都不太方便 那么 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清楚 但是呢 我被重点关照 是正常的 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说 除了死刑犯之外 或特别重要的人犯 一般说来 这个不会穿 那个绿色的号砍 或者黄色的号砍 在后来 但是我这个 刑息明显 后来越来越轻 不会太重的人 我一直穿的是 黄砍 总而言之呢 我要跟其他的 大家普遍捉蓝色 号砍的在家人员 区分开来 要比较醒目 是吧 在号里面怎么样 能够一目了然 而死刑犯呢 有时候是给他们发 绿色的号砍的 披上一个绿色的号砍 跟其他人就 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 这是那个监控室 那么监控室的边上呢 有几间的 小的房间 这个房间大概有个 十平米左右 这个呈方形 那么他实际上呢 是管教的办公室 另外呢 还有值班管教的 休息室 值班管教的休息室呢 可能主要的 有可能啊 这我不太知道 可能主要的是给什么呢 是给巡统的管教 用来他值班的时候 休息的地方 什么叫巡统的管教呢 巡统的管教 就是在走廊里头巡逻的 是吧 每晚上呢 应该每半个小时 他们要巡一次捅 巡捅的时候呢 他们手里也会拿一个卡 在这个 在这个走廊的墙壁上 有一串 隔不远 隔上那么个十米八米 有一串那个 刷卡的地方 他走过来 就在每一个刷卡的地方 一路刷下去 一路刷下去 那么晚上的时候 或者白天的时候 他每半个小时 要巡一次捅 巡完之后 然后再回去 事实上来讲呢 巡统 既要看一看 各个监事里面 在干什么 同时呢 也要让大家 感受到警察呢 他随时随地的存在 同时他这个 刷卡的过程 实际上呢 我想我揣测 也留下了记录 也证明了 也让看守所的领导 证明这些值班的管教 他是认真在履行职责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么除了这个 巡统的管教 巡统的管教 是不管我们的 只是他有的时候 点点名之类的 他不管我们 他腰和腰和起床 睡觉发饭 是吧 这个提人的时候 他跟着 办案机关提人的时候 跟着走一走 大概是这样 那么除了 这个巡统的管教之外 还有管号的管教 我们所说的这个 监事的管教 比如说小杨啊 老刘啊 实际上呢 都是管号的管教 管号的管教呢 往往呢 一个据我所知 我感觉 我们感觉呢 那么一个管教 有可能会管三到四个号 有可能会管三到四个号 那么每一个号定源 是关十个人 但经常呢 是要关到十四到十五个人 因为管少了 大家没法休息 这个值班错不开 每天都要值班的话呢 睡眠不足 没法休息 所以说大家 也愿意这一个号里头 能多出三四位来 好能够捣换着值班 以后呢 我也会讲一讲值班的事情 管教的办公室里面呢 管教的办公室里面 是管教呢 他自己办公的地方 那么管教的工作呢 他可能有一个叫做管题 他我们叫管题 他每个月理论上呢 要把他管的这些在下人员 提过来 这个问问情况 问问案子情况 问问身体情况 我们家里情况 问问情绪 安慰一下 是吧 有什么问题 同时呢 也了解监视内的状况 是吧 不要闹事 管教的这个办公室里头 有一张靠窗 有一张办公桌 就是那种比较普通的 这个深褐色的那种办公桌 比较低档的办公桌了 办公桌后头 应该是有一把这个转椅 是吧 就是那种 这个 也不能 不是老板椅 就是普通的转椅 靠背呢 稍微高一点 然后办公桌上呢 他有一台电脑 这个电脑呢 是黑色的台式电脑 也可能大概是 统一配置的 好像是联想的 联想的电脑 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个电脑 是不是跟监管总队 跟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监管机构 都联网 我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有可能是他们的工作 都能够直接联网 那直接联网 就是说 比如说公安部长 想看 某一个 这个 某一个看守所里面 某一个看守所里面 谁在 受审 或者说怎么样 他通过他的程序 应该是可以能看到的 电脑的这个办公桌 对面 下面就是一张约束椅 就是我说的 在樊家村派出所 审讯室里头 见到的那种约束椅 这个约束椅 和派出所的约束椅 和预审提讯室的约束椅 是一样的 是一个银灰色的铁椅子 这个坐上去之后呢 左侧呢 有一个这个腰带 是吧 从这里头呢 把这个 把这个铁圈拉出来 哗啦哗啦响 右手下头 有一个卡槽 把它插进去 然后呢 你这个人呢 就被固定到了这个椅子上 这个铁椅子 我相信 应该是固定在 管教的办公室对面 或者说 提讯室对面的 这个管教是不太可能 让这个人犯 预抬腿拉起来 满街跑 这是不太可能 应该是固定的 等到谈完之后呢 管教从后头一脚踩下去 然后呢 你才能够把它 拖了环 放回原位 站起来 这个 跟管教再见 他再送你呢 回这个 你的监视 这是管教这一块 那么管教的办公室和 值班管教的休息室边上 有一个安检的地方 走廊的一块 走廊这一侧是监控室 对面是管教室 在这边走廊 拐角的走廊 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空场 就在走廊里边 那么 靠近这个 内侧 不靠近窗户的 白色的墙壁上 白色墙壁上 就跟我们这个 上公交车 或者说 上什么地方 侧你身高的地方一样 在举手 可以摸到的地方 有高低不等的 两道 这个 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两个标志 隔开 是两个人这样的身位 那么 我们这个 在押人员 被提出监视 或者 从外面 不管你是会见律师 还是预审提训 还是 工作人提训 还是 法官提训 总之你回来的时候 都要在 出去和回来 都要在这个地方 接受安检 接受安检的时候 你要面冲着墙 手呢 要举起来 要举到 红线的 这个标志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你的浑身呢 就等于 完全 对这个 人民警察开放 是吧 他根据 高矮不同 是吧 你要站到 不同的地方 这个 我记得 我在这个地方 遇到了郭玉闪 是吧 郭玉闪 一米六几 我一米八几 那么我呢 我这个 手 摁住那个 摸住那个 上面的地方 郭玉闪呢 就摸的是 下面的地方 这个时候 管教呢 要从你身后 摸一摸 你的这个 口袋 是吧 裤子 腿 上下这样摸一下 就跟安检一样 这个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流于形势 因为都比较熟悉了 他不会那么太认真 摸完一下之后 是吧 有些管教摸我呢 就手离着我 大概有半尺远 是吧 实际上呢 就是说 老婆 走个样子 是吧 走个形势 然后他们呢 还要拿一个 现在地铁安检 一样的那种仪器 离你呢 上下周身 整个转一转 主要呢 是担心 你夹带一些私户 比如说纸条 是吧 会见律师 是不是带进东西来了 或者抽烟啊 或者这些东西 主要是这个 那么 管教的这个办公室里头 边上呢 我刚才说反了一点 说漏了一点 管教办公室的边上 还有一个文件柜子 这个文件柜子呢 有柜门 上下两层 也是那种低档的家具 是吧 拉开之后呢 里头有竖着一些文件夹 但是呢 主要的是一些 比如说 这个他管的这几个监视 每个监视呢 可能有这个 电动的剃须刀 电动的理发的推子 是吧 更主要的是这个 两三 两三层 都是密密麻麻的 塞满了香烟 是吧 这些香烟呢 都是比较廉价的 比如说白红梅 比如说都宝 比如金桥 比如大前门 总之呢 是两块五到四块钱之内 这样的一些烟 我问过管教 我说这些烟是 您买的吗 他说这些烟呢 是看守所用公款买的 每个管教呢 都有这么多烟 然后呢 他管题的时候 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人员坐在这个铁椅子上 刮刮胡子 聊聊家常 疏解一下情绪 然后他随便抽个三支两支烟 于是呢 这个有烟瘾的人 都特别盼着 每个月的这一次管题 然后呢 管教呢 每四天 他有一个夜班 他有一个夜班 那夜班的时候呢 管教呢 会给自己管的这个号 他叫做放烟毛 一个福利待遇 是吧 这个放烟毛 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他从这个放风场 递下来这么一包到两包烟 我们这十几个人中间 大概有八九个人吸烟 然后吸烟的人 围着这一个脸盆 脸盆里面 放上水用来谈烟灰 然后大家围着圈 坐着互相对伙抽烟 每人抽个三四支不等 这就是每四天 大家的一个盼头 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 我们就在边上站着 自己活动活动 大概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个 我从这个 从中央区的这个监控室 安检的地方 管教的休息室 到管教的办公室 说完以后呢 这个我说一下呢 走廊走下去 是吧 从这个两头 管教压着我们 或者提我们出来 走过去之后呢 这个 安检完以后 安检完以后 我忘记了我是怎么样了 这个 有些新来的人呢 在这个安检的地方 把自己的这个行李 放在这儿 要整个摊开了 让检查一遍 新来的人 要报着行李嘛 尤其是从郊县 公安分局上来的 会有自己 简陋的行李 然后呢 有些人呢 是被要求脱光了 就在走廊里头 脱光了 然后看一看 我忘记了 我还真有点记不清楚了 我自己是不是也脱光了过 是还是 剩下了一条内裤大概是 因为郭管教直接送我 他可能也知道 我们是怎么回事吧 然后从这个走廊呢 沿着这个 我们沿着那个边上的 那个一尺多宽的 那个溜边 走下去 走到我们这个 这个监视的门口 走到监视的门口 那么管教呢 这个时候送我的管教 或者说 办案的警察 他呢 给我送到这之后呢 他们有这个 这个 管教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门禁卡 然后送到监视门口的时候呢 送到监视门口的时候 这个用门禁卡刷一下 外头 两层防盗门 外头是一个密封的防盗门 是一个密封的防盗门 整个从上到下都是死的 一刷卡就能够拉开 那么拉开以后 里头 门里有一个向里开的防盗门 这个防盗门呢 是这么粗的 粗粗的这种铁栅了门 是铁栅了门 这个铁栅了门呢 是有那个这个开关 就是用那个了调 是吧 哗啦哗啦哗啦 弄出来 整个呢 扣到一个一个门边上 然后用这么大个的那种 铁锁 锁上的 这个熏统的管教 手里头 腰里头 有这个监视的钥匙 他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是在这个监视对面 靠面朝外 在那个小条那一尺之内 面朝外 看着窗外的 这时候让你转过身来 里头的头板 把这个铁栅的门拉开向里 然后我们一步跨进去 身后 他把这个铁栅的门关上 管教呢 再把它锁上 再把它锁上 然后再把那个全那个死门 整个的关上 这个时候呢 你就等于 你就等于 进入到了什么呢 就等于 进入到了监视之内 进入到了监视之内 监视之内的设施 我下一个单元再讲 那么现在我再讲一讲走廊里头 从走廊 这个过了安检之后呢 往你的号 走的这个路上 一边 是窗户 是吧 这个时候呢 这个呢 窗户这块呢 是你要溜边 你走的这个位置 是胳膊眼 一个窗户 窗户呢 也都很高 窗户都很高 玻璃呢 应该说呢 是比较厚 玻璃应该比较厚 然后呢 有这个 竖条的 铁栏杆 铁栅栏 一直走到底 那么 你的另一侧 走廊的另一侧 就是监视 走廊的另一侧 就是监视 从这个管教办公室对面 这个地方 一直往下走 这个监视的 每个监视 都有阿拉伯数字呢 排序 是吧 从一往后数 我呢 他在西区 住到过510 往510那边 还有 是吧 在东区呢 住到过 321 321是最后一个号 但是 另外再往下 还有若干个 空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是吧 有些号 人不多了 就应该合并 并号或者拆号 有些这个 调皮导弹 打击倒欧 也会拆号 那么这个窗户上 我说过两层窗户 是吧 窗户是可以能够 有这个玻璃窗 有能够拉开的 这个对面的 能够推拉的 窗户上呢 都有铁栏杆 两层窗户都有铁栏杆 是吧 这个 内外呢 可以这样沟通信息 可以讲话 管教跟我们讲话 懒得开门的时候呢 也会隔着窗户 这样去讲 这样去讲 窗户上 也有铁栏杆 在这个看守所里头 一个特点 就是几乎所有的门窗 要么是死的 要么是装备了铁栏杆 铁栏杆 基本上像我大拇指这样粗 这样粗细 相隔这么远 一根铁条 应该看起来 是挺结实 但是我觉得 这种建筑 是吧 这种公用设施建筑 偷工减料 也是有的 偷工减料 也是有的 比如说 应该用钢化玻璃 是不是都用的是钢化玻璃 应该说很难说 因为有人 踢碎过玻璃 拿这个玻璃 去谋求自杀 或者自残 割腕 是吧 这个呢 是看守所发生过的事 但是呢 表面上的这些防范 都应该是比较严密的 是吧 我说过 这个 所有的窗户都有铁栏杆 所有的这个通道的尽头呢 都有铁栅了门 是吧 栏杆呢 是搞不掉的 那么铁栅了门呢 需要有管掉那个卡 才能够刷开 有些呢 还有大铁锁 有些还有大铁锁 这个管教自己的办公室 有没有铁栏杆 现在我记不得了 我有点忘记了 那么 比如说 我多次被提出来 不管是会见律师 还是提讯 总共15060次嘛 是吧 每回呢 都要经过这个 各个走廊 然后呢 这个 从有傅政华图 照片这样的一些墙壁 是吧 门前走过 也有的时候呢 要上楼 走楼梯 是吧 这个楼梯呢 他比如说 因为比较狭窄 他往往是 这因为楼比较高嘛 相当于四米高左右的楼 他呢 应该是不是一 不是一个角度就上去的 他走到这个头呢 需要有回来 是吧 两个方向 对楼梯形 那么 这两个方向呢 实际上呢 这个楼梯的栏杆 木质的栏杆 是紧贴在一起的 是紧贴在一起的 中间没有缝隙 不像有些栏杆这样 还有 还有很宽的楼道宽 是吧 还有很 很大的一个缝隙 从上可以一直看到下面 而且呢 即使是两个楼梯 紧紧挨着 他中间楼 两个楼梯中间 也有铁栏杆隔开 是从下面一直封到上边 天花板的 你要想从这个 这个折对角上去的楼梯 整个跳下 到往下那个下行方向的楼梯 实际上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是 因为是封死了的 那么这些呢 其实呢 就是我想所说 我所说的这个 我所说的监视之外的 看守所的硬件设施 这个单元呢 我就 我就先 说到这里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 那些香烟 其实抽烟的事呢 这点福利 到2015年的5月3号 就完全结束了 以后呢 就不允许吸烟了 因为北京市的禁烟条例 6月1号起生效 5月1号试运行 看守所规定 5月1号就不给烟抽了 但实际上呢 执行到5月3号 那几天呢 天天给大家烟抽 抽完呢 似乎就没有了 这些瘾君子 就觉得 事业末日要到了 那这第一个单元呢 我就先简单讲讲 看守所之外的 这个监视之外的 看守所的这些 基本的设施 我见到的 谢谢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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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